自307例显卡发布以来 深受广大的各位群众网友的痴迷和喜爱 从最低端的3050显卡到最高端的3090显卡 一共有8个显卡型号 就好像没想法的8个老婆一样 作为网友的我们每一位老婆都想拥有 每一张显卡都想拥有 作为一个男人更是舍不得丢下任何一张显卡 但是就算都喜欢雨露均沾 也会有相对更喜欢更合适更般配的一张显卡 那我呢是从事电脑行业配置推荐的人哥 你也可以叫我情哥 那今天呢就带各位去看一下我们的公司 看看从事电脑行业的各位小伙伴 究竟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奥基的玩家国度官发 和重庆IT超市的logo 接下来带大家去到我们的装机房 首先问第一个 就是每天手上要摸几十张显卡的装机小哥 看看他们自己到底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这一位是我们平时的壁货小哥 那如果是你自己你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我就想要一张165的 为什么 能玩英雄联盟就可以了 那最近的永结无间和刺激呢 搞不懂 年纪大了没关系 下一位 这是我们的公司的小小技术总监 如果是你你会自己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显卡啊 你都可以用什么我用什么 好这个就略过 那这一位呢就是平时给大家做ROG全家桶的专业小哥 安格 安格你好 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不带泰的吧 不带泰的 为什么呢 理由 性价比较高 也毕竟 带泰的 稍微费到那么一点点 懂了 那可能经历过2080泰的那个年代的 各位网友应该知道啊 带泰的显卡 都是属于高端显卡 会比较贵 那么性价比的比如说3050 3060 3078 90 都是性价比偏高 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帅气多金的 中心小哥 关羽同学啊 关同学 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想用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我用核显卡 核显 不配用显卡 不配用显卡吗 作为一个打工仔的话 明确自己的定位就像我一样 跟关同学一样 非常有自知之明啊 没关系 那接下来的这两位 就是每天给大家 打包以及发货的 庄继小哥 每天从他手里出去的机器啊 有重新半个层这么多 夸张一点啊 开玩笑的 那庄继小哥 咱们的 别打游戏 重新小伙这么害羞吗 他继续采访 他是继续采访啊 那这位小哥 你在吹什么 我吹箱 吹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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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用一张什么样的显卡 我不需要 哦不需要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话不多说 详细的带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这一套 2400 12代i7 以及不带态 3080 木屏显卡的配置 走 首先在CPU的选择方面呢 选择到了12代的自信件 i7-12700KV的闪片 闪片相比盒装呢 性价比更高 便宜200来块 其次呢 从去年一年的自保 变成了三连 那高端CPU i5 i7 i9 i5低端了一点 i9呢 4000个价位又高了一点 接近3000的i7呢 12核 20线程的加持项 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 视频博主的机会 在固态硬盘的选择标准呢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比如咱们的速度 平时大家用的硬盘呢 可能大多在2000到3000兆每秒 而它呢 速度是7000兆每秒 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在容量方面呢 是来自1T的容量啊 1T呢 目前大部分的游戏 以及简单办公已经够了 如果还有精词方面的需求呢 可以自行再加1T 雷神的选择方面呢 来到了知识皇家级的16Gx2 32G的3600频率 内存呢 跟固态一样 有两个重要的指标 容量和速度 16G的容量玩游戏刚好 但是一旦办公 瞬间爆炸 所以32G的容量 才配得上办公 其实3600的频率呢 也是DDR4啊 最合适的一个内存频率点 主板呢 来自华硕ROG的Z690A吹血 那目前呢 这款的主板价位在2000多出头 白色的定位 以及白色的PCB 颜值绝对好看 性能呢 华硕的性能 以及BIOS的调校呢 都是非常好用的 其次这2000多的价位 你可能说不出 第二个主板的名字 随冷呢 来自于华硕ROG的 龙神一代啊 那一代的颜值呢 也是经典 不可小觑 其次龙神一代的性价比 相比二代呢 要节约出来 六七百的预算 把它添加到 其他硬件部位 比如说显卡呢 也能更上一层楼的性能 像这样一颗随冷 更适合像我或者2万预算的玩家去做一个选择 在显卡和电源的选择方面呢 要一起讲 因为显卡最重要的传输就是电源 所以电源的质量一定要过关 那电源呢是来自华硕ROG的雷850瓦金牌全模组 选择它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华硕的质量你可以绝对相信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太贵了啊 不不不应该是我的缺点买不起 电源显卡呢 就是来自华硕ROG的3080瓦金 那刚才在采访黄金大家也是听到了 不太太的显卡呢 相对性价比更高 那这款就是ROG的3080瓦金 新版 新版呢 相比上导版的性能提升在3%到5% 其次呢 显存提升了2G 对于这些4K的用户会有更好的性能 那本次的一个8个硬件呢 就已经全部讲解完毕了 今天我们就暂步装机 那接下来的时间把它送到装机小哥那儿啊 装好机了 我们再见面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总结 哦 我们又见面了 那在我上了一个厕所以后呢 我们的装机小哥就已经全部装机完毕了啊 那刚才结尾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忘了说 这款机箱呢 是来自咱们的华硕ROG的白色太阳神 这款机箱呢 一次使用终身不换啊 整体的颜值呢 和气质 包括它的一个质感 都是非常不错的 两万多的预算呢 整体的内部i7的CPU 加上3080猛击的显卡 所有的游戏轻轻松松的拿捏啊 OK 那咱们这一台来自江西省南超市 吴同学的奥西全样同学就已经装机完毕了 那咱们明天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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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